今天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大概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 大家的一個學習的一個需求 還有你們的程度 我們這門課程的話 其實內容我是希望講的大概有幾個主軸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有關Excel的函數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是卻是Excel裡面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Excel裡面最應該要學習的 第一個你要了解函數的使用 其實所謂的函數 就是遇到問題怎麼快速解決的方法 一個方選 所以你一個輸入一個輸出 它告訴你答案 至於說分類的部分的話 大概分成五大類函數 所以後面基本上我們會先舉一些 跟文字資料有關的問題 然後如何利用文字跟資料類的函數 解決那個問題 因為你解決那個問題之後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做統計分析 因為你要取資料之後 有的資料一大堆 但是你只需要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某部分資料的話 你要把它切出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其他的話還有邏輯判斷 比如說還有一些日期時間 或者一些數學跟統計類的相關函數 甚至要找資料的話要怎麼找 OK 所以有把它做一些分類 那後面的話 我會逐一讓各位去學習 所以基本上前面的階段是 Excel函數 然後會加一些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為什麼 因為樞紐分析表 其實還滿快的可以統計一個結果出來 比如說你要算到底某個資料裡面 哪個佔比是最多的 哪些數量是最多的 或者平均多少 標準差多少 那其實樞紐分析表可以馬上做 但是他得到的結果會是一個 數字的一個表格 所以那個表格看起來其實 不是那麼的友善 所以如果要讓人家比較友善的話 你可以再把圖畫出來 有沒有現在所謂的視覺化 把資料視覺化 所謂的資料視覺化就是 你把一個數據 可以變成一個 顯顯易懂的一張圖 比如說你要佔比的話 你畫一個什麼 一個圓形圖 你數量可以用直條圖 如果你要跟時間有關 你可以用折線圖 如果股票有K線圖 一大堆的圖形 所以我們課程的前半段 主軸會是在Excel的基本認識 下半段的話 就是會再講VBA 程式部分 你說老師幹嘛 這樣前面不是OK了嗎 問題沒有想像中這麼寫 因為現在的資料都Big Data 大數據 如果大量數據 假設你不會用更快的方法 你用土法煉鋼 每次都還要再來一次 你一天可能要做100個動作 可是如果你把程式寫完 只要一個動作 你把程式執行 或按個按鈕 那些事情就全部解決了 我講100個只是一個比方 如果你有1000個 他也是全部做完 所以程式厲害的地方 就是全部都自動化了 也就是說所有的事情 通通可以用程式取代 因為程式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叫回圈 回圈的話就是說 他會幫你重複做 那這個也是每個人最討厭的 誰會喜歡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叫你Ctrl-Z,Ctrl-V,Ctrl-Z,Ctrl-V 做個兩三次你也覺得OK 做個十七二十四 你可能會開始覺得很累 你做個上百一次你不會覺得很煩嗎 那你為什麼不會寫個回圈 因為你不會寫程式 所以職場上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 不會寫程式 然後程式裡面 大部分還會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這個資料裡面 假設有什麼樣的資料出現 我該做什麼事 那你就做個邏輯就好了 這樣的話 他就自動幫你篩選出資料出來 你就不用用人工喔 眼睛在那邊看 OK 當然這個算是一個最基本的 那你說AI AI更厲害 AI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他在這個基礎之上 又延伸了 也就是讓他具備有什麼自動學習能力 OK 比如說這次做了 錯了 他下次會修正 OK 這樣不是很棒嗎 但是前提 你還是需要先懂簡單的程式 OK 所以我們這門課我是覺得 我們先從簡單開始吧 不要一下子講太難 按部就班的 OK 好 再來基本 那為什麼要用Charge PD輔助 其實這邊的Charge PD輔助 其實應該用AI幫你輔助 那有時候所謂的現在的 很熱門所謂的深層式AI 那這個深層式AI 他目前能夠幫我們除了深層文字 文字就是幫你寫報告 竟然以後報告千萬不要用AI產生 因為上學期有同學用AI產生 被我識破了 結果我又給他不及格 因為我一看 不行 OK 我有講 先講不要隨便用 AI是可以輔助 但是你不要全部都用AI結果 直接給我 那我當然一定給你很不好的分數了 所以AI它可以生成文字 現在也可以生成圖片 幫你產生 我想要產生一個什麼什麼的照片 它會幫你生成 而且現在新的 還可以生成影片 你可以跟他講一個故事 請你幫我產生一個影片 有點像YouTube有沒有 一個腳本 自動幫你拍 哇這件事情 AI現在也可以辦得到了 以後YouTube不就沒飯 對 其實也是輔助的 它不是要取代網紅的工作 而是讓網紅的工作更輕鬆一點 那不是很好嗎 OK 所以它其實不是要取代你 而是幫助你 所以呢 它除了說可以產生剛剛講的這些之外 它也可以幫你產生程式 也就是說VBA你不會寫 其實我是覺得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AI它可以幫你寫程式 不過前提是 你至少要懂得怎麼跟他講 你要寫什麼程式 所以如果你對於程式 毫無所知的話 你當然連問都不會問 所以至少我覺得你要懂 程式的一個流程跟邏輯 OK不然的話你連問的能力都沒有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這門課說真的兩個學分 而且才一個學期 我們大家不寄望說 每個人上完這個課 都成為很厲害的工程師 不可能 但至少你也可以變成一個 很會講需求的一個 可以跟你工程師說 你要該怎麼做 至少你有一個邏輯吧 千萬不要說完全沒有邏輯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表達 那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職場上很多就是這種 叫做以前叫文盲 現在叫程式盲 程式盲就是 他完全對程式完全沒概念 然後他用那種敘述的語言 就是太抽象的語言 程式根本做不到 他就天方夜談講一大堆 我都很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 程式運作的邏輯 你再來跟我開會 不然的話我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在雞同鴨講的感覺 很累 但是如果你有那個概念的人 有程式的人 真的很棒 彼此之間完全不需要言語 一個表情 一個眼神 就對了 這不很好嗎 不過前提就是你要懂一些程式 不過這個比較偏那個理工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 理工難到底在想什麼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思考 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程式大概有那個感覺 OK 好 所以TrueGPT的部分的話 也是輔助 那將來的話 我希望 如果你現在 希望能夠拿比較高的分數的話 盡量善用AI 如果你不會沒關係 但是你可以利用AI 提升你的知識的水平 因為它可以快速幫你生成 可以快速幫你生成什麼 第一個 Excel函數的公式 比如說你不會寫 你不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不知道怎麼解決那個問題 沒關係 你可以問ChargePT 有沒有 第二個 那個程式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可以問ChargePT 當然我是希望說你們去 怎麼樣 有那個經驗多用它 你會比較知道該怎麼做 另外啦 跟各位講 現在不是只有ChargePT 因為這一門 這個東西太熱門了 所以前幾天有沒有 Google又推出了一個 跟ChargePT很像的一個東西 瓜哥知道那個東西嗎 本來叫Google Bar 那個Bar 它不好用 所以它又推出了一個Google的什麼 叫做Gemini 有沒有 Gemini Gemini 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用一下 跟ChargePT有的比 因為我最近問他幾個問題 發現他還比ChargePT更厲害 而且 這兩個其實你們都可以運用一下 目前這個東西真的是好用 OK 如果你假設又懂得把AI相關的應用加進來的話 我覺得對於你們未來 在職場上面應該會有更加分的效果 OK 好 所以前面先跟各位鋪陳一下 鋪一些梗 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OK 因為時間非常的短 所以我們就把火力集中在 各位需要的部分實作 因為很多人看了一大堆書 做不出來 OK 做不出來 很多耶 像坊間的Excel函數 Excel函數一大堆 書本 你們在圖書館找一大堆 但是很多人看了完之後發現 簡直跟添書一樣 看完還是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 基本上我就分享 我覺得怎麼做 比較簡單的一個心得 直接告訴你 OK 這個也是我認識他 因為我認識他 應該有三十年了吧 跟他快成為老朋友了 OK 所以 基本上